我爹是当朝御史 最看重自己的名声 而我是我爹和青楼妓女所生 所以我和我娘是我爹此生最大的污点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当年我爹仕途正盛 意气风发 可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和我娘有了夫妻之时 我娘是青楼花魁 人人都说我娘为了攀附权贵手段下贱 定然是给我爹下了药材会得逞 我爹的政敌盯者这件事 我爹不得不咬牙纳了我娘为妾 过门当晚 我娘就被大夫人打得遍体鳞伤 赶尽柴房 当夜我娘就发了高烧 大夫人却不许人找大夫 那一次高烧一连烧了三日 我爹终究怕闹出人命 坏了她名声 让人请了大夫 最后我娘保住了命 却烧成哑巴 整个人也有些吃傻 一个月后 我娘被诊断出怀了我 大夫人可能觉得我娘吃傻 没有威胁她的能力了 才把她放出来安胎 我和嫡姐秦依依的生辰 只隔了三个月 但是地位却是天差地别 她是高高在上的嫡女 而我是卑微的妾生女 我爹视我为耻辱 从不正眼看我 下人都是揣夺主资心意的人 为了讨好大夫人和我爹 他们一直折磨我和我娘 我和我娘住柴房 吃干水 身上的衣服都是捡三等丫鬟 不要的 记得有一次秦依依生辰 府中准备了很多山珍海味 饿了三日的我 偷偷捡了秦依依吃剩下的半个寿包 被秦依依发现 她直接掀翻了桌子 大夫人觉得晦气 准备动家法 所谓家法 就是用小孩手臂粗细的荆棘条狠狠地折打三十下 荆棘条上都是尖刺 一磅下去 几十上百尖刺刺入皮肉 痛彻心扉 这种家法我和我娘亲都受过多次 每次都会遍体鳞伤 足足要养伤 一年半载 我爹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下贱的人生的孩子果然也下贱 受完家法后 再打断她的手 让她知道不是她的东西 别动心思觊觑 八岁的我因为 秦依依不要的半个寿包 被打得遍体鳞伤 还断了一只手 我那吃傻的娘 为了我的断手 跪在我爹书房门口 一天一夜不吃不喝 才换来大夫给我包扎 躺在柴房里面 一年我采养好伤 那一次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自此我知道我在我爹的眼里 和路边的野狗没什么区别 只要不如她的意 随时都可能被打死 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 努力拍秦依依的马屁 成为她的出气筒和洗脚臂 我毫无尊严地伺候着秦依依 只因为讨得她欢心 我和我娘才能时不时吃上一顿饱饭 我努力地熬着 只因为我知道女子吉吉后就可以嫁人 哪怕我爹不把我当人 他为了脸面 也会帮我找个能说得过去的人家嫁了 只要嫁人了 我就脱离了苦海 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忍受着 一直等到秦依依集击 宫里来了一道圣旨 让秦依依入宫半嫁 而我要作为丫鬟陪秦依依入宫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只感觉天旋地转 我娘拉着我跪在我爹的书房门口 希望我爹能念在妇女之情 让我找个普通人家嫁了 但是毫无作用 反被一阵毒打 我爹冷冷地看着我说道 在宫里好好辅助依依 你跟你娘还能有好日子过 说完拂袖而去 我此时才知道 这么多年我和我娘 还能在府里好好活着 不是因为我卑躬屈膝 而是因为我这张脸 只因为我遗传了我娘这个花魁的绝美容颜 而我娘是他们钳制我的筹码 我和我娘 一直是他们手中的玩意 最终我还是跟着秦依依一起进了宫 秦依依入宫就成了秦杰鱼 我依然是她身边的洗脚臂 我爹对我不喜 对秦依依却是真心疼爱 琴棋书画都找最好的老师来教导 秦依依的财名也是满京城都称赞的 当今皇上喜欢财女 所以对秦依依也是宠爱 一连侍寝了三日 宫里人都知道秦杰鱼是皇上心肩肩上的人 第四日听说皇后头疯犯了 皇上才去了皇后宫里 这才断了秦依依多日的事情记录 我端着洗脚水走进房间的时候 看见秦依依铁青着脸坐在软榻上 我连忙低下头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就怕动作太大 发出声音 让秦依依借机发难 秦依依在外人面前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但是只有我知道 她从小就恶毒 结于 今天是太医院特意配的木瓜汤 用来木足 可活血暖息 我刚小心地把足盆放下 却被秦依依一脚踢翻 滚烫的汤水洒了我一身 我烫得全身哆嗦 却不敢发出声音 连忙跪在地上 你是嘲笑 今日皇上不来我宫里 我一个人会脚冷稀凉 秦依依冷冷地看着我 眼中仿佛脆了毒 奴婢该死 请娘娘恕罪 我立马认错求饶 对于秦依依的蛮不讲理 我已经习以为常 认错是最好的办法 否则等待我的必然是更多的折磨 秦依依发作了一番 怒气也散了一些 她一脚踩在我的手背之上 还用力碾了几下 记住你的身份 我忍着剧痛 奴婢知道 看我如此乖顺 秦依依这才松开脚 我重新打水服侍她洗脚 伺候她入寝 在她的香炉中重新添加熏香 这熏香的味道皇上很喜欢 所以秦依依要求我们不管白日还是晚上 熏香不能断 我仅遵这个命令 不为秦依依 只因为这款熏香 是我翻身的希望 不知道皇后和皇上说了什么 之后皇上虽然也经常照秦依依依 视寝 但是 却没出现连续三日的情况 为此 秦依依在宫里发了很大的脾气 但是 她也不敢对皇后怎么样 只能折磨我来出气 我始终忍着 因为我在等待 既然我爹和大夫人让秦依依带我入宫 那绝不可能只是让我给秦依依洗脚 此后三个月 秦依依终于怀了皇嗣 皇上大喜赏赐了院子所有人 连我也得了一串珠花 我来宫里三个月从未看见过皇上 因为秦依依不许 只要皇上过来 我都会被秦依依赶到后院 在秦依依被诊出怀孕的第三日 府里大夫人递了牌子入宫 大夫人和秦依依在房间聊了一个时辰才离开 我也着手准备午膳 一切准备好后 就要准备去后院 因为皇上中午要来用我们院子用午膳 不过这一次秦依依却拦住了我 秦瑶 你知道父亲让你跟我进宫是为了什么吗 我知道我等的机会来了 连忙跪下 面上还摆出惶恐的神情 奴婢不知道 秦依依见我全身发抖 还一脸惶恐 只感觉我烂泥服不上墙 眼中也都是轻蔑 你蠢笨胆小 出身卑微 上步的台面 唯一的优点是你的脸实在是好看 秦依依说到这里 语气中有一丝丝极度 我如今怀了皇嗣 头三个月不能行房事 所以你替我好好伺候皇上 千万不能让皇上被其他贱人勾搭过去 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也要记住你那吃傻娘亲还在府里 如果不想她死 就要安分守己 你只是我的替代品 要是有不该有的心思 我定然让你 还有你娘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午膳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当今皇上 见眉兴目 鹦鹉不凡 一身龙袍 尽显无尽帝王之气 我站在秦依依和皇上身边给他们布膳 我今日特意打扮过 不得不说我确实遗传了我娘花魁的容貌 所以 皇上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了许久 甚至还出现一闪而过的惊艳 我看到秦依依眼中闪过狠力 但是脸上还不得不带着笑意 我心中畅快 同时也清晰地知道能对付秦家这些人的 也只有当今皇上了 皇上那双凤眼在秦依依和我身上扫过几次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她必然已经洞察到了秦依依的想法 果然晚上皇上身边的小太监就来我们院子传话了 说午膳用的糕点不错 让我们宫里送点过去 说得很含蓄 但是秦依依和我都明白 送点心的重点不是点心 而是送点心的人 我在秦依依狠力的目光下拎着糕点和小太监离开 我知道我翻身的机会来了 而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我必须抓住 来到御书房 小太监笑着接过我的糕点 然后直接领着我进入寝殿 那边已经有嬷嬷在等候 他们伺候我书洗 教导我 是寝要注意的地方 等一切准备好后 我光着身子被抬进寝室的床榻 皇上正倚靠着床榻在看书 我探出头 他就轻移了一声 你身上这香味和秦桀鱼的香薰很像啊 我装作惶恐状 连忙跪下 皇上恕罪 奴婢罪该万死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 笑道 何罪之有 奴婢在秦桀鱼的香薰中加入了一些奴婢自己用的烛箱 所以皇上才会觉得相似 为何要在秦桀鱼的薰香中加入烛箱 皇上淡淡地问道 语气中没有生气的意思 我稍微放心一点 这几个月的筹谋就等着一刻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秦桀鱼喜欢熏香 但是熏香味道过重会影响身体 这烛箱是我用十种烛字的烛叶炮制的烛箱 能清热养神 调养身体 奴婢担心秦桀鱼身体 所以私自加了一些在熏香中 秦桀鱼一直不知道 奴婢罪该万死 请皇上恕罪 当今皇上喜爱诗文 自诩文人 文人爱竹 当今皇上也不例外 所以我在入宫后就开始调制这竹箱 然后加在秦依依的熏香之中 果然皇上很是喜爱 而今日擦竹箱 就是要引起皇上注意 皇上闻言笑道 这是你一片忠心 朕恕你无罪 你也爱竹 我微微抬头 眼中适时地透出一抹惊喜 然后还摆出怯生生的模样 好似受惊的鸟儿 我长得美 加上如此表情 我不信有男人能抵挡这个诱惑 果然皇上直接伸手拉我起身 坐到他身边 我微低着头装作害羞的模样 宁可食无肉 不可拘无竹 竹子虽不粗壮 但却正直 坚韧挺拔 不惧严寒酷暑 万古长青 所以奴婢很喜欢 皇上眼中露出惊喜的模样 好一句 宁可食无肉 不可拘无竹 秦家果然是清流人家 连庶女也饱读诗书 对于皇上知道 我是秦城庶女的事 我毫不吃惊 不过皇上 现在如此说 也正合我意 我要给我那亲爱的爹爹 在皇上这边上上掩药了 皇上能不能不要告诉我爹 我偷偷读书 我装作一脸害怕 皇上好奇问道 为何 爹爹说 嫡树有别 姐姐身为嫡女 需要才华傍身 我只是小小庶女 只要乖乖听话就好 是我偷偷看姐姐上课偷学了一些 已经犯了爹爹忌讳 如果爹爹知道 肯定会生气 我小声地解释 重点强调嫡树有别和偷偷两个词 当今皇上也是庶子 当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被身为嫡子的太子压迫 更是嘲笑他庶子的身份 可惜太子早邀 皇上反而成为天子 所以 皇上格外忌讳嫡树有别的字眼 我现在如此说 虽然不会对我那爹爹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会让皇上对他的印象要差上很多 以后 皇上在朝堂上对我那爹爹的态度必然也会差上不少 天子的态度很多时候决定一个官员的官徒 皇上不喜一个人 那这个人想升迁就很困难了 而这就是枕头风的厉害 果然皇上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一些 不过瞬息就隐藏住了 他没有说什么 反而安慰我道 以后你可以光明正大读书 朕喜欢你读书 我露出惊喜之色 谢谢皇上 皇上你真好 说完 我用崇拜的眼神看着皇上 男人这种生物 不管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 他们都是喜欢被女人崇拜的 果然皇上伸出手拉我入怀 我配合地软在他的怀里 眼波流转 羞涩地看着皇上 之后就是一夜无眠 事情之后 除了皇后娘娘 其他妃嫔都要送回自己的院子 我还没有院子 只能送回秦依依的院子 回到院子 我看见院子灯火通明 秦依依坐在院子当中 她旁边站着一个嬷嬷 嬷嬷手里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放着两个东西 我一眼就看清楚上面的东西 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药和一封信 秦依依看到我 面色还是不善 把补药喝了 昨日母亲入宫还带了你娘写的家书 你也顺便看看 所谓的不要不用说 我都知道是婢子汤 秦依依是不会允许我怀了龙翼来当筹码的 此时还拿出我娘的信 威胁的意味很明显 我现在没有反抗的资本 所以我没有废话 直接走到那嬷嬷身边 端起托盘上的婢子汤 一饮而尽 随后 我放下碗 把那封信揣入袖中 看我如此乖顺 秦依依的面色缓和了一些 随后起身回到自己房间 那些工人也瞬间散了 我揣着信回到我的房间 四下查看后 等确定确实没有人 我连忙开始伸手抠喉咙 汤药直接涌了出来 呛得我一阵咳嗽 等把汤药吐得差不多 我整个人虚脱地躺在床榻上 我死死地捏着信 我要忍 再忍忍 只要怀上黄四 我才有资格和秦依依斗一斗 我和我娘才有保命的本钱 一个时辰后 小太监拿着圣旨来了院子 赐封我为美人 赏了几个服侍我的人 不过 我依然要和秦依依住在一个院子 我知道 必然是秦依依使了手脚 她是结余不是义公主位 我按理说是要迁出她的院子的 没想到现在发生了变故 显然她是要把我放在她眼皮底下 让我顾宠顺便看着我 我心中冷笑 那就等等看 到时候是谁比较隔应了 之后每十天 我都会被安排侍寝一次 同样每次回来 秦依依都会送来碧子汤 每一次 我都会很痛快地喝掉 不过事后 我都会抠吐掉 一直到两个月后 发现我越是迟了十多天了 我心中威喜 不敢声张 假装身体不舒服 找了太医过来 请了个平安脉 太医摸着我的脉沉思片刻 露出笑容 恭喜姚美人 你这是游喜了 已经一个月了 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抚摸着腹部 我的筹码终于来了 现在该轮到我返宫了 我怀了黄思的消息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整个后宫都知道了 秦依依就在隔壁 自然是最先知道的 她挺着快四个月的肚子 在一个嬷嬷的搀扶下 直接带着人冲进我的房间 见人 秦依依看见我 红遮掩就要冲过来撕打我 她身边的嬷嬷急忙扶住她 劫于不可动气 小心肚子里的小皇子 小皇子三个字让秦依依稍微冷静下来 她对着身边几个太监冷声吩咐道 来人哪 姚美人对本宫不敬 给本宫仗打十下 尤其是她的肚子 好好照顾一下 秦依依脸上都是怨毒之色 本宫还真没看出来 你这个贱人还有这种心思 本宫今天让你知道 就算你怀了黄嗣 你依然是本宫手里可以随意拿捏的碗衣 给本宫打 默默在旁边劝导 结余 伤害黄嗣的罪名 我们担当不起啊 秦依依冷亨 生下来才是黄嗣 在肚子里面只是烂肉而已 你们给本宫打 出了事本宫承担 本宫怀着黄嗣 皇上看在黄嗣面子上 也不会对本宫如何的 几个太监听到秦依依如此说 壮着胆子上前 其中有两个秦依依的心腹 已经从身后超出厚实的木棒了 显然早有准备 我冷冷地看着 算着时间 如果不出意外 马上就要看好戏了 我身边几个太监宫女 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阻拦 秦依依看我 脸色不变 冷笑道 你以为你耍得花招 本宫不清楚 你让太医大肆宣扬 你怀了黄嗣 并且找人去通知了皇上 不就是希望 让皇上看到本宫谋害黄嗣吗 很可惜 本宫让人 把你派去御书房的人拦下了 现在你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本宫今天就打死你这个贱人 让你知道就算在宫里 本宫也能随时捏死你 秦依依一脸得意 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我轻笑 我从来没有轻视秦依依 她不是笨蛋 所以她有这个操作我毫不奇怪 秦依依见我还笑 有些恼怒 直接催促那几个太监 现在就动手 好好教训这个贱人 小太监们文言立马上前 棒子也高高举起 眼看就要砸下来 一声立鹤在门口响起 放肆 我对着门口来人直接跪下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秦依依看着突然出现的皇后 瞬间傻眼 满屋子的宫女太监齐齐下跪 我嘴角勾起 秦依依能算到我请了皇上 但是她没算到 我其实早早也请了皇后 皇后不愧是后宫之主 处理这些事雷厉风行 直接下令仗毙了刚刚对我杨棍子的两个太监 随后把秦依依的所有宫女和太监都重打了十大板 最后下令禁足秦依依半年 处理完这些 皇后冷冷地看着还跪着的我 半赏之后她开口 姚美人 本宫不介意帮你出一口气 但是如果你主动搅风搅雨 本宫也不会客气 说完直接离开 第一次对决 我赢了 秦依依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却很致命 所谓禁足 包括会让静氏房撤掉她的绿头牌 所以她这段时间 不会再有机会侍寝和见皇上 她好不容易坐稳了胎 已经动了心思想侍寝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被我给断了 在后宫女人众多 漂亮的女人不少 秦依依在其中也算不上什么 和皇上见面才有三分情 男人这种生物能有几分真情 尤其那个人还是帝王 长期不见面 恩宠也不会有了 处理完证事后 皇上赶了过来 听说我怀了皇嗣很是高兴 再听说秦依依无端责罚我 也是生气 不过皇后已经下令惩处 她也没说什么 显然是默许了皇后的责罚 毕竟后宫以皇后为尊 最后 皇上为了安抚我 还尽了我的位分 封我为姚节鱼 秦依依被禁足 我享受了几天安生日子 不过我却知道 秦依依不可能坐以待毙 所以她肯定会出招 果然第三日 一直盯着秦依依院子的小太监来禀告我 秦依依的一个贴身宫女买通了禁足的守卫 偷偷出了院子 跟踪发现她跟着御膳房的采购出了宫 我心中明了 秦依依是请救兵了 不知道是我那亲爱的爹爹秦成入宫 还是大夫人过来 果然第二日秦成就给宫里递了帖子 要来见我 怕我不同意 在帖子里面还藏着我娘的簪子 明显是用来威胁我的 我正得圣宠 还怀了黄嗣 领着秦成过来的太监 点头哈腰的 等太监离开后 秦成就冷冷地看着我 我居然没看出你有这样的心思 贱人生的孩子也是个贱人 我坐在桌前 悠闲地喝着茶 秦成见我如此 有了一些怒意 不过他还在强行克制 乖乖地跟你姐姐道歉 求你姐姐原谅 好好帮扶你姐姐 我还能认你这个女儿 否则秦成的话还没说完 我把手中茶杯狠狠地磕在桌子上 否则怎么样 秦大人还能像以前一样打断我的手 我的话显然刺激到秦成 他脸色胀红 直接上前仰手 就要掌乖我 我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今天这一巴掌下来 我保证你走不出皇宫 巴掌最终没有放下来 秦成气得双眼冒火 他怒斥 我是你爹 傅为子刚 你敢对我如此放肆无礼 我冷笑 我还有爹 我还以为我爹早死了呢 秦成见我如此 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 他努力克制怒气 冷声道 你别忘了 你那个吃傻的娘还在府里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爹 难道你也不顾你娘的死活 那傻子为了你 这些年可吃了不少苦 如果你不听话 你娘活不到明日 图穷笔线 秦成最终还是动用我娘这张底牌 不过很可惜 他要失算了 我笑着看向秦成 眼中带着嗜血的味道 秦大人 时宜事宜了 如今的我已经不是你能威胁的了 我跟我娘就两条贱命而已 你要的话随时可以拿去 但是你秦家满门都要跟着抄斩吧 我现在名义上还是你的女儿 你敢动我娘一根头发 我就敢趁着事情直接刺杀皇上 刺杀皇上株连九族 你们全部一起陪葬 这盘棋是你和大夫人开的局 我和我娘是棋子 但是现在我可以掀棋盘 大家一起死 秦成你有胆子就试试 我敢不敢 说完我冷冷地看着我爹 疯了 你疯了 秦成被我的疯狂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在他看来 皇上是天 我这个做法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所有人一起死 秦成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 他只是被我吓到了 等回过神来 他肯定还会有办法来应对 只是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招 会不会掉进我的陷阱呢 结果很快我也知道了 只是第二天 秦依依的贴身宫女 就送了一个礼盒过来 姚劫瑜 这是我们家劫瑜送给你的礼物 是秦大人今天一大早送进宫的 说您看了礼物 就会知道他的苦心 小宫女上前把礼盒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随后再次开口 不过这次说得很小声 秦大人传了消息过来 说已经请了秦家祖老 把您和您母亲的名字签了出去 从此您和您母亲和秦家没有关系了 说完直接离开 我不动声色 打开面前的礼盒 只是一眼 我就感觉腹中一阵翻腾 忍不住地吐了起来 这礼盒里面是一只带血的耳朵 耳朵上是一个素银的耳环 这耳环我太熟悉了 就是我娘的耳环 秦城割了我娘的一只耳朵 这是在警告我 并且已经把我和我娘从秦家除名 等于破了我那日威胁她的话 我握紧拳头 我要跟秦家不死不休 我们院中安静不过半个月 秦依依那边就大张旗鼓地请了太医 说是有小产迹象 皇室的事情是宫里最大的事情 不用半个时辰 我们院子就围了满满当当 太医院也倾巢而出 皇上和皇后坐在前殿 我和其他嫔妃站在一旁 皇后的视线在我的身上 我假装没有察觉 办赏之后她才一开 等了一会 太医院的院判就从里屋走了出来 皇后连忙问道 陆院判 秦杰瑜怎么样了 陆院判直接跪下 秦杰瑜确实有小产迹象 现在已经无事了 此话一出 众人松了一口气 皇后继续问道 为什么会有小产迹象 陆院判沉默一番开口 沉在秦杰瑜体内发现了射箱 全场哗然 皇上和皇后的脸色都沉了下去 此时一个人影从里屋冲了出来 一下子跪在皇上和皇后面前 正是秦依依 秦依依一脸泪水 求皇上和皇后给臣妾做主 姚杰瑜给臣妾的熏香里面加了射箱 要毒害臣妾和皇嗣 此话一出 众人全部看向我 皇上没有说话 皇上很尊重皇后 有皇后在场 后宫的事基本上都交给皇后处理 此时皇后看着秦依依 你有什么证据 秦依依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 然后直接打开 臣妾昨夜觉得熏香味道有益 才半个时辰就感觉腹部不舒服 臣妾刚刚找太医看了 太医说 这熏香里面有射箱 臣妾的熏香一直是摇结于配置的 定然是摇结于要害臣妾 人证物证俱在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我的身上 秦依依低着头哭泣 但是我看得到 她眼角都带着笑意 皇后看向我 摇结于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微微欠身说道 臣妾冤枉 秦结于的熏香虽然是臣妾准备的 但是里面从未加设香 臣妾心疼秦结于怀孕辛苦 在其中加了安神的药材 说着 我的眼泪巴搭巴搭地落 一副委屈的模样 秦结于是臣妾的嫡姐 臣妾怎么会害她 臣妾的爹爹从小就告诉臣妾 要以嫡姐为尊 臣妾从不敢忘 秦依依不甘示弱 也跟着哭诉 不是你还能是谁 我被禁足 院中根本没别人 我看向皇后 皇后娘娘 臣妾每次做好香薰 都会找太医院的皇太医看一遍 就是怕薰香对皇嗣有害 等皇太医确认无误 才会由皇太医陪同臣妾的宫女送过去 可以找皇太医作证 我的话让秦依依的脸色大变 她从未想过我居然还留了后手 皇后见此 直接让人找来皇太医 皇太医进门就跪下说道 臣可以给姚婕妤作证 姚婕妤送过去的薰香都是对秦婕妤身体有益的 而且每次臣确定后 都是由臣陪同送过去 姚婕妤不可能动手脚 有了皇太医作证 我自然就没了嫌疑 皇后那边行事也很果敢 直接让人把每日给秦依依点薰香的两个宫女抓起来分开审问 不到半个时辰 两个小宫女就招供了 是秦依依身边的嬷嬷拿了色香添加进去的 皇后找人去捉拿了嬷嬷 嬷嬷早就吓破胆了 都不等审问就直接说了 是秦婕妤无意间知道 她的薰香里面由我添加了别的药材 一下子就动了心思 在薰香里面添加了少量的色香来冤枉我 真相大白后 秦依依脸色灰败 她紧紧抱住自己的肚子 想从凸起的肚子上找回安全感 我一下子跪在皇上和皇后面前 对着皇上说道 臣妾求皇上不要怪姐姐 她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她怎么都是臣妾的嫡姐 她如果被罚了 臣妾的父亲定然伤心 臣妾求皇上赦免姐姐吧 我如此说 让秦依依脸色难看起来 她看向皇上 皇上 您相信臣妾 臣妾没有冤枉姚婕妤 她就算没下色香 也下了别的东西 她就是没安好心 她就是要害臣妾 听到秦依依这么说我就知道 她是恼羞成怒厚乱了方寸了 胡乱攀咬 只会让皇上更加对她厌烦 我当初可是已经在皇上面前铺垫过一心为秦依依考虑 在她熏香里面加了对她身体好的药材 所以 在皇上眼中 我一心为秦依依 而秦依依反而攀咬我 两相对比之后 我足以引起皇上的同情 果然秦依依的话成功刺激到皇上 她怒道 你闭嘴 秦依依身为御使 不能以身作则 教导的女儿如此恶毒 胡乱攀咬 传阵的旨意 贬秦依为汉林边修 好好的修身养性 秦依依行为不端 极度成性 降为美人 闭门思过一年 皇上说完起身离开 秦依依一下子瘫软在地 众人尽若寒蝉 皇后也起身 她走到我面前 看了我半晌 随后才缓步离开 晚上我趁着夜色来到皇后的卫阳宫 门口的小太监通报后 我很快被请了进去 皇后坐在榻上 我上前行礼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扫了我一眼 摇结于今日大获全胜 不在自己院中庆祝 来本宫的卫阳宫做什么 对于皇后看出今天是我的手脚 我不奇怪 而且我觉得皇上肯定也看出来了 是我偷偷透露消息 让秦依依知道我在她香薰中添加药材 是我让宫女有意在秦依依贴身摸摸经过的那条路 讨论摄乡对胎儿有害的事情 目的就是诱导秦依依陷害我 既然秦成对我娘亲下手 那我就对她和秦依依动手 一抱还一抱而已 皇后娘娘见谅 臣妾也是自保 臣妾想让皇后娘娘看一件东西 我说完从袖口掏出小盒子 随后直接打开 里面正是我娘亲的那只耳朵 经过一个月已经风干了 皇后只看了一眼 就立马怒斥 大胆勤摇 你拿这种阿扎之物给本宫看是要干什么 我盖上盒子 再次跪下 皇后娘娘眼中的阿扎之物 却是臣妾母亲的耳朵 皇后粗重地呼吸一掷 我抬起头看向皇后 皇后娘娘可愿听一个故事 皇后似乎冷静下来 听到我的话 她沉默一番 随后点头 你说 我娘是青楼头牌 却是个卖意不卖身的清官 我爹看上了我娘 想那她为妾 不过我娘不愿意 我爹就借着酒劲 强要了我娘 事后 我爹诬陷我娘对她下药 她是读书人 是当官的御使 我娘只是一个青楼女子 答案显而易见 所有人都唾弃我娘 那青楼老宝为了以后的生意不受影响 要发卖了我娘 而我爹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要嫩我娘为妾 人人都说我爹重情重义 骂我娘贪得无厌 我娘有苦难说 有冤难诉 在过门那日就被大夫人鞭打到半死 甚至差点死于发烧 我娘性子刚烈 自此装风装雅十六年 从未服侍过我爹第二次 我从小是被秦依依和大夫人折磨长大的 我小心翼翼地伺候秦依依 只想着秦依依后嫁人 远离秦家 哪里知道他们早就打算让我陪着秦依依入宫故宠 秦依依接圣旨那日 我才明白 大夫人没有弄死我 不是她好心 她用荆棘鞭打我 只是因为荆棘的刺宛如钢针 能让我遍体鳞伤 却没有一个疤痕 不留疤才能试寝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棋子 他们用我娘威胁我听话 而他们割下我娘这只耳朵 就是因为我没听话 我说完看向皇后 见她脸上微微有些动容 我知道这番卖残有了一些效果 我说完这些年的经历后 未央宫中寂静一片 皇后沉默许久才开口 你今日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看向皇后说道 臣妾要跟皇后做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我摸着自己已经微微凸起的肚子说道 臣妾要用一个皇子换皇后娘娘救出臣妾的母亲 皇后和皇上是青梅竹马 两人婚后也是相敬如宾 但是皇后在生了长公主后 就伤了身体 没办法再怀孩子 所以我这个提议绝对会让她心动 果然皇后脸上闪过异动 你娘既然是秦城的妾室 那就是秦家的人 本宫就算是皇后 也不能去秦府抢人 皇后娘娘放心 秦城已经把我和我娘从秦家族谱画了出去 如今我和我娘都不是秦家人 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在秦城面前表现得那么疯狂 就是要她把我和我娘从秦家搁出去 这样我才能想办法带我娘离开 否则就算我娘能逃出来 没有户籍 没有路隐 那也逃不掉 我可真没想过和秦家一起死 他们不配 皇后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说道 你不怕本宫把你娘挟持后 像秦城一样逼迫你帮本宫做事吗 我笑道 皇后娘娘 你比秦城聪明 臣妾可能是个很好的戾气 但是用得不善 还会伤到自身 皇后娘娘已经是后宫之主 完全不需要臣妾 皇后笑了笑 那你怎么知道你肚中会是皇子 这胎不是 那就下一胎 臣妾没有别的筹码了 我实话实说 皇后摆了摆手 示意我退下 等了两日 皇后娘娘宫中的宫女就来请我去卫阳宫 我到了卫阳宫给皇后行碗礼 就迫不及待地看向皇后 皇后微微点头 你确实很有本事 本宫找人查过了 你和你母亲的户籍确实不在秦家了 本宫已经找人偷偷把你母亲带出来了 如今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了 我露出笑容 就出来就好 就出来 我就可以跟秦家做最后的对决了 皇后看我露出笑容 她神色微动 摇劫于 本宫身为后宫之主 绝不允许有人对皇寺下手 我点头 皇后娘娘放心 臣妾不会对秦美人度中的孩子下手的 皇后娘娘应该操心秦美人会不会对臣妾的孩子动手 皇后冷声道 她不敢 我却笑了 皇后娘娘 你小看了秦家的人了 秦成和秦一一野心不小 否则怎么会培养臣妾跟着秦一一一起入宫故宠 皇后娘娘可能还不知道 秦一一入宫的时候 皇上夜夜召秦一一事情 是因为秦一一用了催情香 皇后怒道 她怎么敢 我笑道 她当然敢 皇上登基三年了 后宫里面皇后娘娘还有其他几个娘娘也只是诞下公主 她着急要生下皇子啊 自然激进了一些 皇后娘娘 我们打个赌如何 皇后看着我 赌什么 如果秦一一对臣妾度中孩子动手 您就答应臣妾一个条件 如果秦一一乖乖的 那臣妾自此也会乖乖地 我说道 皇后深深看了我一眼 可以 自从打赌后 我宫里多了几个宫女 我知道这是皇后安排的 为的是盯者我和秦一一 我却不在意 安心养着胎 中间皇上经常过来用膳 秦家那边还托人送了一封信入宫 信是秦城写的 大义是让我想办法驻秦一一复宠 否则就杀了我娘 我真的要笑死 秦一一被贬为美人 秦城被降职 这件事的原因并没有公布出去 因为属于皇室丑闻 对外只是说秦一一犯了错 秦城只是被连累 秦城还以为我不知道母亲被救了出去 还想着用莫须有来威胁我呢 我直接撕毁了信 完全不搭理秦城 之后秦家又送了几次信 从一开始的威胁 到后来语气开始缓和 最后开始出现请求的字眼 我冷笑地看着这些信 也看得出秦城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 对于这些信我一次都没有回过 之后秦城似乎也知道 求我没用了 也不再来信 我也乐得清静 安心养胎 在我怀孕六个月后 秦一一那边瓜熟地落了 是个小皇子 可惜刚出生就夭折了 太医说是之前用了摄香落了病根 所以胎儿先天不足 这件事让皇上对秦一一更加恼怒 好不容易有个皇子出生 就因为当初秦一一要陷害我 造成皇子早妖 秦一一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去管 我还是一心养胎 对外的一切情况 都交给皇后派过来的那两个宫女 为的就是让皇后放心 我没有对秦一一做什么 当然 这两个宫女也在预防着秦一一对我做什么 而秦一一那边自从生下死胎后 就彻底不出院子了 一直躲在自己房间 有人说经常半夜看到秦美人对月垂泪 听说是伤心失去小皇子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嗤之以鼻 秦一一继承了秦城的冷漠 根本不在意那个孩子 否则怎么会给自己真的用射箱 这么做就是作秀而已 为了博取皇上的同情罢了 果然没过一个月 秦一一因为伤心过度而晕倒 她的贴身宫女把皇上请来了 而秦一一顺势哭诉 皇上那边见她确实伤心 也安慰了几句 解了她的禁足 虽然没有重新得宠 但是已经更进一步了 解了禁足后的秦一一经常给我院子送补品 不过每次都被皇后那两个宫女拦住了 这一反常态的操作 都不用我提醒 皇后就知道秦一一要对我动手 你放心 本宫会护住你腹中孩子 皇后还特意来跟我说了这句话 不过我却无所谓 因为我早就猜到秦一一要做什么了 她根本不是要对付孩子 她要对付的是我 虽然秦一一每次送的补品都被皇后那两个宫女拦住了 但是次数多了之后 那两个宫女也开始觉得秦一一是真的改变了 宫里也开始传播一个消息 秦美人是把对早要的小皇子的母爱都放到了姚节鱼肚中孩子身上了 所以才会日日送补品 哪怕姚节鱼拒绝 她也风雨无阻 这个消息一开始散播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我心中冷笑不已 我知道皇后自会处理 果然不出半日 这个消息就彻底消失 连带着秦一一被皇后以要养身体为由关在院子 而我也等来了羊水破了的感觉 我躺在床上 感觉腹部坠痛得厉害 但是我忍住不叫 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开始 宫女们忙着烧水 吻婆准备了三四个 太医院的院判也守在门口 皇上和皇后坐在门口 我身边还放着皇后送来的百年老身 以防万一 随着开始发动起来 我感觉整个人都好似要被撕裂了 其中一个吻婆帮我挪正胎位 另外一个吻婆端着参汤走到我身边 结余 喝口参汤 马上需要更加用力才行 我微微点头 让她把参汤放到我身边 随后对着她说道 请皇后娘娘进来 我有话跟她说 吻婆文言走了出去 不一会 皇后带着那吻婆进来 皇后走到我身边 怎么了? 我伸头在皇后耳边轻声道 那吻婆刚刚给我的参汤里面有问题 找人抓住她 皇后眼神一冷 随即直接让人把吻婆拿下 随后就准备拉出去审问 我连忙说道 别惊动皇上 就在这里审问 皇后虽然奇怪 不过也没坚持什么 直接让贴身嬷嬷开始上行 吻婆的惨叫声立马响起 不过此时我也在惨叫 所以门外的人并没有发现什么 吻婆招架几下就招供了 吻婆确实受了秦依依的吩咐 在我的参汤里面加了一味杜丝草 这杜丝草不算毒药 所以银针没试出来 杜丝草虽然不算毒药 但是它有活血的作用 会让孕妇生产中大出血 甚至血崩 要不是我闻出不对劲来 我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 我冷笑不已 我最了解秦家妇女 这明显是准备把我弄死 让秦依依抚养我的孩子啊 怪不得之前秦依依一直作戏呢 原来早早就在铺垫了 皇后脸色铁青 就准备出去发落秦依依 我却伸手拉住了皇后 等我生下这个孩子再说 臣妾请皇后娘娘守在这里 皇后还以为我害怕 自然同意 随着一阵阵剧痛后 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终于我一鼓作气 生下了孩子 我忍着倦意 看向皇后 是皇子还是公主 皇后接过吻婆处理好的孩子 看了一眼后说道 是皇子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随后看向皇后 臣妾今日被秦依依害得血崩而亡 临死之前 求皇后娘娘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皇后脸色一变 随即想明白一切 你不惊动皇上 是要用自己的死 让皇上帮你把秦依依和秦家全部铲除 我笑道 不错 皇后娘娘 我们打过赌 你输了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皇后神色变幻 你想让本宫帮你假死出宫 我点头 承认得很干脆 是的 皇后怒斥 你大胆 我笑道 臣妾离开 这个皇子就彻底是皇后你的孩子了 这对臣妾对孩子对您都是最好的事 我说的是实话 因为有我在 这个皇子就是我的孩子 就算过继给皇后 那有我这个生母在 皇后这个养母也很尴尬的 这个孩子当皇后的皇子和当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妃婷的孩子是天差地别的 所以我离开对所有人都好 你要记住你是皇上的妃子 你怎么能出宫 皇后很是犹豫 我笑道 我这辈子上半辈子被利用被折磨 我不想下半辈子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宫里 皇上如今是疼爱我 但是他也会疼爱新人 男人靠不住 我不能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一个男人来决定 皇后娘娘如果不帮我逃出宫 那我以后也会对付皇后你的 我要为了我孩子而对付你 最后一句话我带上了威胁 皇后深深地看着我半赏 之后深吸一口气 本宫硬了 听到皇后这句话后 我再也支撑不住 陷入昏迷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日了 看着出现在床前的娘亲 我泪如雨下 我娘抱住我 不哭 不哭 都过去了 刚生产完不能哭 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 我点头 忍住眼泪 而我从我娘口中也得知 皇上发落了秦依依和秦家 证据确凿 秦依依毒害妃嫔 赐账毙 秦成也是主谋之一 定了秋后问斩 而秦家其他人都判了流放 听到这些 我也终于放心下来 娘 我们忍了这么多年 终于报仇了 我娘看着我 我们以后怎么办 那孩子 你真的舍得 我笑道 以后我们为自己而活 远离这里 至于那孩子 她注定不凡 留在皇后膝下 才是对她好 皇后膝下无子 只能依靠她 宫里其他妃子 都有背后的势力 皇后不可能过忌 其他妃子的孩子 只有我这个 无依无靠的人生的孩子 才是她最好的选择 我娘抱住我 苦了你了 以后我们为自己而活 我们娘俩终于自由了 我点头 是啊 我们终于自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